猪油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食用油 至今已在我国传承了数千年 不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更为优质的植物油 调和油也随之出现 与此同时 各种关于猪油的负面消息层出不穷 种种原因影响下 如今猪油已慢慢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 只有极少部分人才会食用 不过关于猪油的有害论和有益论 各界一直都存在争议 有人说猪油并不健康 但也有人支持猪油 毕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已经吃了这么多年 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推翻 随着植物油逐渐占据猪油市场 猪油和植物油也难免会被人放在一起比较 那两者到底哪个才是健康杀手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对两种油有个大概了解 所谓猪油 顾名思义就是由猪肉提炼的一种油 油的地方也将其称为荤油或猪大油 提炼之初略成黄色半透明液体的液体状 常温下为白色或浅黄色固体 而植物油则是通过植物的果实 种子配芽中提炼得到的油脂 如花生油 碧麻油等 在很多医学著作上 我们都能够找到猪油的相关记载 有的临床治疗上 它甚至还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药物 比如老鼠疮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 其实和猪油本身含有的营养价值有很大的关系 2018年 有科学家曾对一千种食物分析后发现 在对人体有益的食物中 猪油排在第八位 这足以证明猪油的营养价值远超众多食物 那食用猪油对人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分析 猪油中还有丰富的脂肪酸和甘油脂 能够滋养肾脏促进代谢 也可以为人体提供较多的热量 在进入肠胃后 丰富的油脂也能够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促进肠道润滑预防便秘的发生 还能够促使皮肤分泌出更多的油脂 帮助缓解干燥的皮肤情况 其次 猪油中有较多的维生素 能够保护视力 增强人体抵抗力 就要适于缺乏维生素A的人和少年儿童 此外 猪油含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在做菜的时候 加上少许猪油 就连简单的青菜都会变得更加美味 从而增加进食欲望 缓解食欲不振等情况 相比于植物油而言 猪油所含的蛋白质 以及脂肪的含量更高 其他营养成分也更为丰富 对于营养不良的人 孕妇患病后需要大量补充营养的人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由于众多的营养价值 猪油也有了一勺猪油等于五副中药的说法 可能这个说法比较夸张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 猪油中的营养成分是比较充足的 适当的食用能给人体带来诸多好处 不过 植物油的营养也很高 维生素 钙 铁 铃 钾等矿物质 脂肪酸等成分十分丰富 能使皮肤滋润有光泽 但相比于前者而言 猪油更胜一筹 曾有加拿大科学研究人员做过一项实验 他们分别给小白鼠喂养植物油和猪油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对比 发现吃猪油的小白鼠 其体重明显比吃植物油的小白鼠 高出32.18% 不过 这个实验同样说明 猪油和植物油之间的营养成分偏比较明显 长期食用猪油 同样也会导致肥胖 同时 加重肝脏负担 而植物油则适合所有人食用 但长期食用的话 同样也容易使血管脆弱 继而引起各种疾病等 所以 最好还是两种油混着吃 不知道生活中 大家比较喜欢吃猪油还是植物油呢